大家好,歡迎回到新的雜誌影片情報室 今節是消費券指引系列,5000元 會講Arrowman的鏡頭和相機 Arrowman大家都知道,由Liger,Sigma和Panasonic組成 現在來說,老實說未成氣候,在香港的自貿率也不算多 但隨著Sigma,每一支鏡頭,即是有新的F-E-Mine,Sony F-Fame E-Mine 推出了都會有L-Mine版本之外 其實現在都開始越來越多相機使用這個鏡頭 最主要我覺得暫時不可以的地方是追焦和對焦速度 但隨著視野來說,有機會都會吸引到某些用家 如果你想這段時間去入L-Mine 其實入L-Mine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例如第一件事,我會想到三個原因 你可能喜歡Panasonic的機 拍片的,拍片向的 可能就會考慮用Panasonic的機 入L-Mine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當然是拉架 無論是SL和SL2 本身都是一些很出色的拉架版本的模範 也有拉架的質感,操控,質素 至於鏡頭貴不貴就見仁見智 但拉架是第二個原因 第三就是Sigma Sigma會有FP,即是很小的機身 可能會走一些比較型格的路線 尤其是近來他們出了FPL之後 他們用了HR4,即SonyHR4的感應器 大概$18000的價錢買到HR4 6000萬像素的感應器 老實說,那支感應器也挺漂亮的 起碼我會覺得是 你會當是HR4的方式 但HR4,相對於HR4來說 它的機能不太好 但如果純粹拍照 它會比較小一點 即是右排Full Frame 所以都是有它的特色 所以我個人的推介 如果整個HR5 暫時來說我會建議大家 可以考慮 最划算是新的Sigma的FPL 新的FPL 就會真的可以 現在大概$18000左右 到你取消費券 那時候再減$5000 那就變了$13000左右 那就會好像一部機 你可以完全拿到新的Sensor 而且又有舊版FP 這樣價錢 又可以把 便宜的 那你可能買一些Sigma的鏡子放進去 那 貴的 那你可能買一個M1的轉接環 那把舊的M1轉過去 那就是最好玩的 那至於你說其他SL2 或者SL2-S FP 那 FPL 那我都幫大家架一個價 但普遍來說 因為其實 拉架的機器 本身都有偏貴的傾向 那所以我都不建議大家 直接把$5000減下去 減完之後都好像沒什麼效果 我覺得 最划算的 使法 就是 FPL $18000左右 $19000左右 減到$5000 減到$5000 那變成$14000 $13000就可以買到了 那至於Panasonic 就看看你怎樣 其實幾部機 除了S5之外 都普遍偏貴的 那 那 專業Plan 所以沒辦法 我覺得都不太值得 用消費券去入 那另外 就是有一部創開為主 就是APS-C版的 就是 L-Mine 那這部就是拉架的C-L 那就是 用的就是 會用是拉架的TA的鏡頭 但其實都是跟L-Mine共通的 但只不過它是 APS-C的設計來的 那 那除了鏡頭之外 除了相機之外 那大部分 L-Mine的鏡頭 都是由三間廠 拉架 Sigma 和Panasonic 去做的 那 普遍的洗法 都 都像是Sony E-Mine 那樣的 因為其實現在的Sigma 都會把L-Mine和E-Mine的鏡頭 定價差不多 那所以變成 E-Mine 減了比較划算 例如我 那天建議大家買這個 24-72.8 那L-Mine 都應該有的 那你就可以 在這方面 減了之後 就變成可以令到 即是 享受到 那另外 可能比較漂亮的 推介就是 新的35 1.4 新的35 1.4 新的35 1.4 那還有 新的35 1.2 那這幾款 那另外就是 本身 Panasonic的鏡頭 我又不太建議大家 也是偏貴的 所以它用它 拉架的大光斷設計 那另外就是 最近 拉架和Sigma 都做了一支 互相做了一支 共通的系列 就是這個 拉架用了 24-72.8 即Sigma 24-72.8 那個 就做了 L-Mine 那反而Sigma 就自己 就只出了一支 28-70 那 Sigma都有24-70 那大家可以考慮 如果不是減到機身度 那可能減到24-70 那變成大概 可能兩千多元 就買到24-72.8 去Panasonic的 L-Mine 的機身度 那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 如果L-Mine 那時候選擇比較少一些 但是 接下來其實 隨著 我想Dekon 和Canon 暫時不開放的授權 之前呢 那我覺得 對於Sigma 其實做L-Mine 鏡頭也是一個出路 來的 就是為三個牌子不同的機身 去供應鏡頭 那包括它自己 那還有 亦都不用說過分依賴 Sony E-Mine 那其實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那如果大家還沒訂閱 視頻前不關的頻道 那麻煩大家幫幫我 按一下小鈴 那然後有些什麼 comment 都可以歡迎留言的 多謝各位 今集節目時間到這裡 拜拜